恋爱被公开了 玉米抱起了王红兵,出去转几圈 家里是不能待的 一待在家里,她总是忍不住在心里写信 玉米恍惚得很,无力得很 恋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玉米想不出头绪 剩下来的只能是在心里头和她说话了 可是说得再好,又不能写到信上去 反而堵着自己,叫人分外难过 玉米越发不知道怎样好了 玉米就觉得愁得慌,急得慌,堵得慌,累得慌 好在玉米有不同一般的定力 并没有在外人面前流露过什么 人却是一天比一天瘦了 玉米抱着王红兵来到了张如俊的家门口 如俊家的去年刚生了孩子,又是男孩 所以和玉米相当的谈得来 如俊家的长得很不好,眼睛上头又有毛病 做知书的父亲是不会看上他的 这一点玉米有把握 一个女人和父亲有没有事,什么时候的事 逃不出玉米的眼睛 如果哪个女人一见到玉米突然客气起来了 反而提醒了玉米,玉米会格外的警惕 那样的客气,玉米见多了 既心虚又巴结,既热情周到又魂不附体 一边客气还要一边捋头发 做出很热情的样子 关键还是眼珠子,会一下子活络起来 什么都想看,什么都不敢看 带着母老鼠的鼠像 玉米想,那你就客气吧 不打自招的下三滥 再客气,你还是一个骚货加贱货 对那些骚货加贱 玉米绝对不会给半点好脸的 说起来真是可笑 玉米越是不给他们好脸 他们越是客气 你越客气,玉米越是不给你好脸 你不配,个臭婊子 长得好看的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王连芳要不是在他们身上伤了元气 妈妈不可能生那么多的丫头 玉米绝长得那么漂亮 虽说是嫡亲的姊妹 将来的裤带子也记不紧 人家如俊家的不一样 虽说长得差了点 可是周整,一举一动都是女人样 做什么事都得体大方 眼珠子从来不躲躲藏藏的 人又不笨,玉米才和他谈得来 玉米对如俊家的特别好 还有另外的一层 如俊不姓王,姓张 王家村只有两个姓 一个王姓,一个张姓 玉米听爷爷说起过一次 王家和张家一直仇恨 打过好几回,都死过人 王连芳有一次在家里和几个村干部喝酒 说起姓张的,王连芳把桌子都拍了 王连芳说,不是两个姓的问题 是两个阶级的问题 当时玉米就在厨房里烧火 听得清清楚楚 姓王的和姓张的眼下并没有什么大的动静 风平浪静的,看不出什么 但是毕竟死过人,可见不是一般的鸡毛蒜皮 死去的人总归是仇恨 进了土,会再一次长出仇恨来 表面上再风平浪静 再和风细雨 再一个劲的对着姓王的喊知书 姓张的,肯定有一股凶猛的劲道 掩藏在深处 现在看不见,不等于没有 什么要紧的事要是都能看见 人就不是人了 那是猪狗 所以玉米平时对姓王的只是一般的招呼 而到了姓张的面前 玉米反而用嫂子和大妈称呼他们了 不是一家子,才要向一家子对待 玉米抱着王洪兵 站在张如俊的院子门口 和如俊嫂子说话 如俊家的也抱着孩子 看见玉米过来了 把自己的孩子送进礼物 拿出了板凳 却把王洪兵抱过去了 玉米不让 如俊家的说 换换手,隔锅饭香呢 玉米坐下了 向远处的巷头缩了几眼 如俊家的看在眼里 知道玉米这些日子肯定到他这边来 其实是看中了他家的地段 好等游地员送信呢 如俊家的并不点破 一个劲的夸要王洪兵 千错万错夸孩子总是不错 扯了一块儿咸淡 如俊家的发现玉米直起了上身 目光从自己的头顶送了出去 如俊家的知道有人过来了 低了头仔细地听 没听到自行车链条的滚动声 知道不是游地员 放心了 身后突然响起了一阵哄笑 如俊家的回过头 原来是几个年轻人过来了 他们把脑袋存在一处 一边看着什么东西 一边朝自己的这边来 样子很振奋 像看见了六碗八碟 慢慢来到了张如俊的家门口 小五子建国抬起了头 突然看见了玉米 小五子招了招手 说玉米你过来 彭国梁来信了 玉米有些将信将疑 走到他们的面前 小五子一手拿着信封 一手拿着信纸 高高兴兴地递到了玉米的面前 玉米看了一眼 上头全是彭国梁的笔记 是自己的信 是彭国梁的信 玉米的血冲上了头顶 羞得不知道怎样才好 好像自己被扒光了 被游了好几趟的街 玉米突然大声说 不要了 小五子看了一眼玉米的脸色 连忙把信叠好了 装进了信封 再用舌头舔了舔 封好了递过去 玉米一把又把小五子 手上的信打在了地上 小五子捡起来 解释说 是你的不骗你 是彭国梁写给你的 玉米抢过来 再一次扔在地上 玉米说 你们一家都死光 巷子里僵持住了 玉米平时不这样 人们从来没有发现 玉米动过这么大的脾气 事态已经很严重了 玉米大叔一定听到巷子里的动静 挺了一只指头 走到小五子的面前 捡起信 对着小五子拉下了脸 玉米大叔厉声说 托磨怎么行 你看看 又炸口了 玉米大叔用指头上的范粒 把信重新封好 递到玉米的面前 说 玉米 这下好了 玉米说 他们看过了 玉米大叔笑了 说 你兴旺大哥也在部队上 他来信了 我还请人念呢 玉米说不出话了 只是抖 玉米大叔说 再好的衣裳 上了身 还是给人看 玉米大叔说得在里 笑眯眯的 他一笑 滚圆的麻子 全成了椭圆的麻子 可是玉米的心碎了 高素琴老师 拆过玉米的两封信 玉米关照过彭国梁 往后别再让高素琴转了 这有什么用 难怪最近一些人 和自己说话 总是怪声怪气的 一些话和信里的内容 说得似是而非 玉米还以为自己多心了 看来不是 彭国梁的信 总是全村先看了一遍 然后才轮到他玉米 别人的眼睛 都长到玉米的肚脐眼上了 衣裳还有什么用 玉米小心掖着的秘密 哪里还有一点秘密 麻子大叔宽慰了玉米几句 回去了 玉米的脸上 已经了无血色 而两道泪光 却格外的亮 在阳光下面 像两道长长的刀疤 卢俊家的都看在眼里 一下子不知所措 害怕了 连忙侧过身去 莫名其妙地 解上衣的钮扣 刚露出自己的奶子 一把把王洪兵的小嘴 摁了上去 这样子不知所措